心怀两岸快追评 大家好我是昊阳 为了提高所谓的台湾辨识度 民进党当局9月2号在所谓新版护照上 再次搞起去中国化的小动作 方法是把封面上的英文书写台湾的字样放大 众所周知 国际社会普遍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并以此来处理涉台事务 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不管民进党当局搞什么小动作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不难看出 民进党当局这次所谓的护照改版 明显是政治操作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突出台湾 搞渐进式台独 不管民进党当局用什么样的说辞 都无法掩盖其去中国化操作的实质 这是自欺欺人 自娱自乐的做法 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 是想把岛内民众对台独意识形态的 认同感再往前推进一步 迎合其所谓天然毒的说辞 实际上这样做的后果 只会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 所谓台湾护照 并不能因此增加含金量 台湾民众也不会因此受益 一直以来 岛内绿营打着提高所谓 台湾辨识度的名义小动作不断 所谓台湾护照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称 都成了民进党当局眼中钉 此前有台独分子曾将写有台湾国字样的贴纸 贴在所谓护照上 结果在入境时被新加坡遣返 有台湾网民批评称 台独政客走旁门歪道自己爽 这样操作意识形态对发展有帮助吗 吃饱了称的 民进党垃圾官员唯一作为就是花钱改名 但又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有专家指出尽管蔡英文和民进党骨子里是台独 但他们无法也不敢做到法理台独 于是用各种形式来凸显台湾 企图制造事实台独 民进党当局认为 由美国为他们撑腰 只要不法理台独就行得通 从而不断挑战大陆的底线 蔡英文对大陆强硬 企图借宣传台独意志 转化为自己的政治筹码 改版所谓护照 显示他依旧踩在红线之上 但就怕哪一天不小心踩到了红线另一端 最终只会引火自焚 新华两岸快乐评 我超阳再会